我們一般人 我們對於這個有才華的人 真的都是非常欣賞 因為不管你在科學學術 甚至是律師界 或是任何一個領域 其實有才華的人 我們都很欣賞 演藝人員的才華 不管他是會唱歌 或是跳舞 或是會演戲 那我覺得演藝人員的才華 他獲得的待遇回饋 其實超過一般的人 他獲得的一般來講 他非常的優渥很豐厚 也就是說你在大陸 你如果紅的話 你幾個億 幾十個億 坦白說那個真的是小片子 那個錢真的來得好快 而且你一個代言 或者是你做一個直銷 直播帶貨 不得了 他們有的時候一兩天的 一天的成交量 都是上億這樣子 那個線上 我們現在觀看那種兩萬三萬 好多人 人家現在幾千萬在看 上億人在看 而且他們本身 那個產品的抽的利潤 是非常的巨大 對 沒錯 所以他們很富有 那麼很多人很富有 可是問題就在於說這些演藝人員 他們的財富來得這麼的快 然後名利雙收 你要不要盡社會責任 你要不要要有一些典範 那因此他們演藝圈的亂象 其實全世界演藝圈都有很多亂象 不只是大陸 全世界演藝圈 可是中國大陸來講 他們已經覺得到了一個臨界點了 一定要處理了 不能夠再任由這些演藝人員 例如說陰陽合同 報稅的時候是一個合同 然後實力下腦又是另外一個合同 然後這些大咖的這些演藝人員 他幾乎吃掉所有的自製費的一大半 然後剩下那麼一點點錢 分給其他人 所以那個道具各方面就被簡約化了 所以影片就越做越差 影片越做越差 可是花的錢卻那麼的多 因為都被這些大咖的 大咖藝人 他們那個什麼導師一個季 都是幾億幾億在拿的 可是他的合同卻一點點 嚇死人啊 他合同一點點的話 所以他等於是都是在逃漏稅 就腳碎腳很少 私下拿很多啊 對 然後都在逃漏稅 逃稅漏稅偷稅等等 都這樣子玩的時候 那不但是如此 還有吸毒品的 還有就是您剛剛講的 這個行為掠跡的 這些所有的等等 我覺得大陸已經到了一個臨界點 一定要處理 剛好王立宏他們這些人 就是撞在大陸 已經制定成為一個政策 而且這個政策 他不是說我今天 只就這一年 像一個運動一樣一股瘋 它是政策 這個政策已經定了 定了以後就用法律來約束了 一旦用法律來約束 那就是一直走下去了 那也就是說 他們現在的一個做法已經很簡單 例如說你議員涉及吸毒 或者是你逃漏稅 或者是你本身的劣跡藝人 他們本身是要懲罰的 那懲罰的當然都不一樣了 像逃漏稅的話最重是五倍嘛 那他就是就是按照你的承認 還有你本身的態度 還有你本身的稅的這個比重 有的是扣 例如說懲罰加0.6倍 有的是懲罰兩倍 有的懲罰五倍 按照他的整個待遇 跟那個犯罪的情況來看 但是你看前段時間有一個 直播帶貨的就被罰了13億 五千多萬人民幣 不是台幣 人民幣 13億 對 就是被罰了十幾億 那他是要怎樣還 到底要怎麼還 沒有 因為他本身的逃稅 就逃了7億多 那你就可以知道他的收入有多少 厲害 投稅可以逃7億 因為大陸他們本身 所以你看王立宏 為什麼會有幾十億的升降 就是因為你很快的 就可以賺到這麼多的錢 好 那我覺得現在 王立宏比較麻煩的地方 是在哪裡 因為大陸這個是一個政策 這個政策定以後 那他們一定會走下去 所以王立宏目前來講 他面臨的一個問題是 他的所有的代言 不是都取消了嗎 不可能再有人找到代言了啦 可是你要賠償 對啊 所以你錢拿不到 這樣錢我要拖出去嘛 然後我還要賠他錢 對 好 這是一個對不對 然後你以前拍的片子 本來可以在網路上播 版權 歌 全沒了 那現在只要有你的都要拿掉 對 還有例如說他以前幫人家 例如說幫一些偶像劇唱的歌 都不行 那個都要拿掉 對 那拿掉的話要不就是剪掉 要不就是你 假設你是有演的 你整個片子都撤掉 對 整個片子都撤掉 那你這個費用損失誰賠 這個也要賠是不是 對 還有就是因為他們的規定裡面 他們現在是賦予經紀人 比較多的責任 也就是說演藝人員以外 經紀人跟經紀公司 都要負責這個演藝人員的責任 所以也就是說這個經紀人本身 也要負責賠償的問題 因為他要管理 他的演藝人員不能夠違反法律 違反規則 也就是說你不能違法 那因此如果說 你這個演藝人員本身 違反了這些你去吸毒 或是你去誘拐未成年的少女等等 那這些都是用法律來處分 但是你的經紀人本身也要負責任 那你負責任的話 你要賠償裡面 經紀人都要被帶進去 所以會有很多的 他的後面的很多的 都會受到影響 這是經濟上的部分 第二個他在大陸會永遠不能夠在 他應該是沒有了 沒有 因為本來我們人類 本來就是沒有不可替代的 都是可避替代的 今天沒有王立宏會有別人串上來 好 那王立宏一旦被拿下來了 他就在野大陸 在野演不了戲了 所以他唯一要付出的 就只有台灣 或是海外華人市場 對 但是只能夠在這裡 就好像你剛剛講的幾個例子 羅志祥現在也是嘛 他現在在大陸是絕對不可能的 絕對不可能 而且沒有人敢用 因為只要他的片子 會到大陸播的就沒有人敢用 因此要用他的一定 就完全是在台灣的片子 你不可能理 你不可能想要 就是我假設我是一個騙商 或是自騙的 我想進軍大陸 我想在網路上 我也能夠進入大陸 但是對不起 你只要是這些人 你都不能 都進不去了 所以我覺得對王立宏來說的話 大陸的那邊的整個事業 幾乎沒有了 那他現在就等於是台灣 台灣等風波一過 就像你看 也許搞點幕後啦 風波一過 我覺得他不太肯定 出唱片了 但是因為台灣的市場太小 台灣的市場太小 而且演藝人員離開 螢光幕一段時間以後 大家就會忘記他 然後他的魅力 他的影響力就會下降 然後他要再付出的話 他要付出更多的努力 而且還不見得 應該很難 因為很難 因為大家會想起 會聯想起 而且他就是 這個老實我插個話 就是說他這幾年 聽說他的這個 收入已經減少很多 因為他 他畢竟是可能 你知道他26年了 我看現在很多 這個消費 主力 族群這些年輕人 你都沒有26歲 所以你可能根本就 對他沒有什麼感覺 知道他是一個藝人 唱很多歌 幾首歌 快知人口 多聽過 可是你可能不認識他 就像很多這個台灣 或是這個大陸的網友 人家聽到孫燕之 拜託 孫燕之是不是我們的女神 孫燕之哪位啊 過氣歌手是不是 很多人是這樣的 所以王力宏其實對現在 這個主流消費市場來說 他其實已經 不是那個頂流了啦 要再回來很難 這基本上是不太可能 很難 我覺得那個 所以我這邊是建議 台灣的想要進軍全球華人 特別要進入大陸的 因為你假如在大陸成功 你就是全球成功了 我覺得一定要節省之愛 因為你的奮鬥 跟你獲得的這個成果 來之不易 一定要珍惜 這個不能夠說 你一旦成功了以後 名利雙收就昏了頭了 因為那個 那個時代是太吸引人了 而且那個成功 真的是太富有了 來得太快了 錢來得太快了 那一定要珍惜 因為一旦毀掉就真的就沒有了 你看房主民 成龍的兒子 成龍算是 成龍還是大陸政協的 你看他的兒子到現在不可能 一蹶不振 對 就是你沒有這個機會 其實像那個跟他一起 而且他想做幕後 柯振東也是嘛 也只能在台灣啦 對 他想做幕後 連名字都不行 就連幕後都不行 不過沒關係 他們爸爸都有錢 對啊 對啊 可是他 一個老爸是成龍 然後這個柯的 柯振東的父親 也是事業很成功的 這個企業家嘛 不是 但是每個人都想成就自我 都想表現啦 但是問題就在於說 你一旦走錯了 這真的是會回不當初 所以我還是建議 我們台灣的朋友們 有才華的 要走入這個領域 成功了以後 一定要節慎之愛 沒有成功以前 還叫節慎之愛 出席